安乐国小桌球社团的学生们开心地打桌球 为了让更多孩子能接触桌球运动 救国团基隆市团委会111-112年会长联谊会 特别赠送桌球拍给安乐国小 由校长肖玉展代表受赠 对于每位会长关心教育的这份热心公益 校方相当感动 乒乓传爱 受爱到隔岗 救国团基隆市团委会111年至112年会长联谊会 还有以及我们台北市还有基隆市我们的陈总干事 一起来到我们安乐国小来做这个捐赠桌球拍的活动 那也很感谢我们肖校长对于运动的各项运动的推展 那据我知道我们安乐国小我们这个社团桌球队 成绩也相当好 那我想今天做这个捐赠活动也是给予一个小小的帮助 那也希望我们安乐国小能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 为我们本校为我们基隆来争光 那乒乓传爱送爱到柯港 让我们这里的孩子呢可以受惠 那其实桌球呢在我们学校已经有成立了社团 这样的社团让孩子可以发挥潜能 而今天呢拿到这么多的一个教学用的做球组 可以让我们更多孩子可以有机会呢做一个多元的运动 我们感恩的是我们旧国团这边呢发挥大爱 那这样的大爱呢其实呢对孩子来说那是一种品格教育的典范 那这个重大爱呢到学校来我们孩子除了学习 让自己身体健康学习到另外一种体育潜能之外呢 也能够学习到如何去关爱需要被关爱的孩子 以后长大之后呢回馈社会 所以在这边非常感谢救国团 也感谢捐赠者让我们的孩子呢拥有这样的福气 校长说感谢救国团基隆市团委会 111至112年各区会长们帮助学校发展桌球运动 这份为公益付出的精神也成为所有学生在品德教育上学习的好榜样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